中华民国牙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就任感恩茶会 三号晚间在台旅举行 市长陈菊受邀出席 并且向新任理事长谢尚廷道贺 他感谢牙医团队长期以来提供口腔医疗专业 并且协助市府装置假牙专案 为市民健康把关 这一场感恩餐会现场灌溉云集 许多政治人物都到场祝贺 对于理事长谢尚廷首次以高雄人身份当选全台牙医界的龙头 陈菊市长以东道主的身份致辞 除了感谢牙医师团体协助市府照顾儿童口腔健康 大力支持65岁以上长辈免费假牙政策之外 许多偏远山区也有赖医疗团队下乡巡回 提供更完善的医疗咨询服务 造福许多患者